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近年来地缘纷扰不断,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发展本土半导体供应链,以稳固自身产业发展的稳定。 其中,日本正企图掌握这次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新洗牌的机会,引入台积电等大厂,大力发展本土半导体制造业,希望追回失去的40年。 近日,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根据日本的地域性,整理了日本未来将可能形成的三大半导体基地,分别位在九州、东北地区与北海道。 九州为近期半导体产业中讨论热度最高的地区,原因不外乎是台积电雄本厂JASM的兴建。 实际上,在台积电进驻之前,此地已有索尼的半导体工厂,且西晶园、Rawweaver大厂、Sumco的主要工厂亦已在此发展数余年,加上其他中小型半导体相关企业不计其数,堪称西岛九州。 而JASM预计在2024年完工,届时将成为九州地区最先进的半导体工厂。 其制程涵盖12奈米至28奈米,甚至规划未来的Phase-2将会往6奈米制程迈进,同时也不排除在临近的地区兴建先进封装CoOS工厂。 由于其紧邻、Sony现有的CIS工厂,加上Sony亦是JASM投资方之一,未来双方不论在半导体制造或封测技术的合作都将更加紧密。 目前规划,包括车用、MCO与CIS都是JASM生产初期的主要产品。 如果全球半导体原物料的生产中心在日本,那日本的东北地区就是半导体原物料生产的心脏。 该地区包含仙台与福岛相近的周边,如Renisus的Yunisawa工厂、西晶园大厂、Sanko和Shin Aizu II者也都有在东北地区设厂。 加上东北大学是日本有名的半导体材料学府,人才也较其他地区更为充沛。 B级店10月底也正式宣布将在仙台兴建12英寸晶园厂,初期将以40奈米为主要制程节点。 后续亦有规划持续转进至更先进的制程,主要产品将以车用电子为主,让东北地区的半导体发展更为重要。 B级店宣布,公司与SBI Holdings日本工程县及JSMC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确认JSMC首座晶圆厂将选定日本工程县黑川区大横村的第二北仙台中央工艺园区为预定厂值。 据悉,今年8月立基店与SBI合资成立了JSMC诸事会社,并展开在日本筹设晶圆厂的作业。 经过与候选地点的市政府广泛讨论和多次现场考察,综合考虑了多项因素,包括供水、台水、高压供电、物流能力等基础设施的稳健性, 以及园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周边生活环境的品质,以及未来产学合作的潜力,最后选定仙台北部第二中央工艺园区作为厂值。 待日本政府公告对此晶圆厂投资案的补贴金额后,相关各方将在确认这项合作备忘录生效,并依计划展开建厂作业。 此前报道指出,B基电计划建造数间工厂,第一阶段建设最快于2024年动工,投资约4000亿日元折合26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将为该项目提供最多补贴1400亿日元,第二阶段时间和计划后续确定,总投资金额约8000亿日元。 企图制工半导体近期技术顶点2奈米的日本企业RAPIDES,出乎意料地将工厂设立在北海道,也让北海道成为日本半导体发展的第三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划,RAPIDES的工厂将有机会吸引上游设备纪元物料供应商前往北海道设厂,带动附近地区形成半导体聚落。 加上其工厂规划临近千岁空港,将更方便未来半导体人才流动与进出。 目前,RAPIDES工厂正在兴建当中,预计2024年完工,量产预定在2027年。 由于其技术转进主要来自于IBM,目前研发人员都在美国合作开发技术,希望一举越近让日本拥有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 台积电日本雄本厂正如火如荼建设中,市场消息传出该厂员工总数降于千人,可确保新厂2024年如期量产。 据悉,台积电雄本新厂相关人员已培训完成,加上当地的员工,新厂员工总数将超过千人。 对于雄本厂最新动态,台积电回应,以10月下旬法说会分享内容为准。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曾称,日本厂将主要生产12奈米、16奈米、22奈米、28奈米。 当地员工已来台接受训练,预计2024年底前量产。 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台积电位于日本雄本的工厂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已经外派和招募到了1000多人,计划2024年开始量产。 报告称,外派工程师在家人的陪同下,于今年8月抵达日本。 此外,当地招募的工程师已经完成培训,陆续部署到雄本工厂内,为2024年的生产做准备。 报告称,外派员工加上本地招募培训的员工。 目前,台积电日本雄本工厂员工数量超过1000人,官方计划在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期间公布更多内容。 台积电日本工厂主要生产12奈米、16奈米和22奈米、28奈米工艺产品,目前已经在本地雇佣了800名员工。 该工厂已经于本月开始安装相关设备。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2024年底实现量产已不成问题。 台积电雄本工厂得到了日本政府、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电装等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该工厂的资本支出总额为86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6月批准了4760亿日元,约合35亿美元的补贴,约占日本补贴总额的40%。 台积电还有兴趣在日本建设第二座半导体工厂,且日本政府正考虑为二厂提供最高9000亿日元的补贴。 台积电在日本的首座晶圆厂于2022年开始建设。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曾表示,目前台积电购买的土地只有第一座厂的用地,第二座厂的用地还在征收中,未来日本的第二座晶圆厂落脚还是在雄本。 由于很多客户觉得台积电成熟制成产能不够,日本第二座厂将朝成熟制成方向评估,目前没有导入先进制成的计划。 此前,日本经济产业省信息产业科科长金志寿在回应台积电日本第二座工厂补贴问题时表示,从持续性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想争取预算,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考虑中。 总体来看,根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的调查,日本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近年投注相当大的新力,经济产业省也与民间企业有多方的合作,配合现金的汇率政策更有利于工厂的兴建投资,乃至未来的出口。 但目前日本最大的隐忧就是半导体人才不足,目前产观学都对于半导体人才的育成都有优渥的补贴方案,相当适合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计划重返日本半导体的荣景。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谢谢。